阿萨最近是单身吗 单身吗 不告诉你 不告诉我 他好狠 我跟你说他上节目 他居然用不告诉你 来对付主持人 我跟你讲 秘书大人 不告诉我就是 就是有人 这个很好吃啊 你介不介意 我问在座的这些人 他们以前在 你跟阿娇中间 他们有没有比较偏好谁 无所谓 所以你问吗 可以啊 随便 那你最近单身吗 你不是随便我问吗 总之门 他他们会不会放弃的 你知道我一个死党叫做小S 小S 极度迷恋某一个男明星 你知道吧 哪一个 你知道我说出名字吗 那个男生 那男生跑去上小S的某一个节目 然后小S开心到 就是那一整个月 都陶醉在里面 然后在那节目中得到一个拥抱之后 他就高兴到 可以回味那个拥抱 两三个礼拜 所以你会告诉小S说 那个男生是怎么样的吗 过去让他过去 所以你跟那个男明星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 女生是不是会暗爽在心 就是如果有别的 就是有别的女明星 这么迷恋自己以前招网过的人 会觉得这个我曾经拥有过啊 你得不到啊 那爽吧 爽 你也觉得爽 当然 当然爽 你也觉得爽 所以你们就不能置身事外吗 就像阿萨这样 就是过去让他过去吧 不关他的事了 不女生之间会有一个比较 就不关这个男人的事了已经 你是真的在我今天聊这件事情之前 都不知道小S有这个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为你说在之前的 同时呢 我手上拿到的是 阿萨以及陈妍希小姐 今天走入我们的社团之前 莫名其妙地愿意回答 我们一些很不堪的问题 当中这一题是 上一次接吻是在什么时候呢 那我们刚才已经研究过陈妍希 的行程 所以我们知道 只要是老公宝宝出门 就必须要接吻 所以 妍希回答了上一次接吻 是在四天前 老公出门之前 而阿萨回答上一次接吻 是在什么时候呢 各位请看 她写的是今天早上 看 看 跟我的小狗 亲爱